那完成畫面這邊我有一個公式啊各位可以可以可以參考一下然後 我看一下這個這個值好像 OK這個這個公式部分那再下一個頁面 這個是最後完成旁邊加一個這個 那動作我這一張好像比較不清楚我後來要重拍一張 在這裡那太小了今天各位可以點他一下 往前推 他可以放大 稍微放大一下他有一個那個動作啊我動作的話有這些就是 第一個動作你可以稍微 因為這個錄字句集的技巧是這樣的第一個就是說你要先彩排你不要錄下一些無所謂的所以 你要先知道建議是在旁邊寫一個腳本 你等一下做什麼啦 那第二個總共有這步驟 第二個是錄完之後 自己要在上面加註解 這個註解本來是不存在你錄完之後 你自己再把註解打上去 註解的技巧我前面好像講過加單引號 單引號在前面有沒有那步驟在這裡 所以分別把這些 把它打上去 那位置的話我想各位在稍微看一下因為 這上面呢基本他都有規則性的 那也就是說 將來你VBA 其實如果有些部分寫不出來也沒關係 一般有人 就是用錄的 錄完之後再把它放到你會寫的VBA裡面 或者說 聚集錄完之後再來改成你自己的樣子也可以啦 就是說這個部分是有個彈性在的 然後這個相關的動作大概就按照這個步驟來做 最後會有個清除 清除的話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Range C3到G12 點clearcontents 其實就可以把範圍清除掉 錄製的話 錄製名稱 我這邊是給成績計算 你就是錄製的方法就是 直接就是從我們的 這邊進來 然後錄的過程當中的話就是 這邊先錄製聚集 打一個成績計算好了 可以按確定 我暫時不敢按確定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第一步就是 國文數學英文 按SHIP鍵 多選 第一步他就錄進去一行 第二步的話 游標放這裡 那已經有公式沒關係 你游標再放進去一下打勾 他會把你這個 有沒有 公式 就再錄進去了 OK 然後再游標放這邊 放進去打勾 所以基本上 這個部分你可以先做完 再進到裡面打勾 會比較好 不然的話你到時候又做錯了 做完之後的話 再切到統計 統計之後的話 再切回到 國文 特別因為 你如果沒有切到統計的話 他多選的狀態不會取消 這個部分要特別注意 不然你有同學 沒有把切到統計的話 他最後錄下來好像會有錯誤 一直 奇怪是卡在那個地方 就是這個動作 一定要做 因為你剛剛是多選 多選如果要取消的話 不能夠點其中一個 因為點其中一個都不會取消多選 一定要點 這三個以外的 取消多選 再來 再切回到國文 把這個範圍 選起來 Ctrl C 再切到統計 然後呢 這邊 把它點 這個按右鍵 選擇性貼上 貼上連結 OK 那再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OK 錄完之後有沒有 記得最後 要不要再 點擊旁邊一下 他會取消那個 選舉狀態 不然如果要點一下 旁邊任何一個儲存歌 他那個選舉狀態會在 感覺怪怪的 OK 那最後的話 就把它停止錄製 那我們看一下 你可以在進到裡面 去修改什麼呢 我剛剛是有個聚集的 你這個名稱自己改一下 然後呢 就可以在上面加上 這個上面的註解可以 delete的掉 那你可以在上面加上第一個動作 E 是什麼 多選 有沒有 你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 多選就是這一行 然後游標放在國文上面 這個是放在Range i7上面 有沒有 slide的點擊的動作 所以你可以自己在上面 看要不要加註解 不過註解 其實我的註解是參考 但最重要是你自己 假設你自己想要多加一些註解 也無所謂 以自己看得懂為原則 那就類似 可以參考一下 這邊的做法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然後 那其實如果你懂得錄製聚集的話 還蠻方便的 很多工作上面 即便你不會寫VBA 你會錄製聚集 至少也可以解決一些 一些 每天重複性的動作 但是呢 錄完聚集之後 還是要特別注意 就是 盡量還是要加上註解 否則的話你錄了什麼 自己看不懂 別人也看不懂 如果發生問題的話 你也沒辦法解決 所以盡量 聚集 可以錄製聚集 可以跟VBA做搭配 做搭配 另外呢 有些時候 VBA程式 某部分的程式 你不會寫 沒關係 你就把那部分的程式 可以用錄製聚集的方式 錄下來之後呢 再 再去看 錄下來到底什麼動作 比如說你哪一列的資料 不會刪除 你可以選一下 刪除 把它錄下來 你就會寫 如何刪除某一列 給試試看